本来皇后娘娘 是要亲自把白鸟群送来给公主的 但是她怕公主不高兴 所以让奴婢送过来给公主 你代我答谢她吗 奴婢斗胆 公主殿下 能否亲自答谢皇后娘娘 小凡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但是你知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奴婢当然知道 那既然你知道 如果你是我 能因为这么一条微不足道的裙子 就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忘了吗 当然难以忘记 可公主殿下跟皇后娘娘之间 就只有这些吗 奴婢知道 皇后娘娘产下公主的时候 正好流放于房州途中 当时皇后娘娘 连一块碧体的布都没有 皇上就脱下自己的外衣 给公主裹上 所以皇后娘娘 才给公主取名叫果儿 开心与不开心 只是一念之差 不为别人 只为自己 公主殿下应该让自己开开心心 珍惜拥有的 忘记得不到的 如果公主殿下 一定要抱残守却 那就应该问问自己 自己希望以后的人生 要怎么样过呢 以后的人生 我还有以后吗 以后的人生 又会是怎么样 奴婢认为 无论是千金小姐 还是满脚泥巴的乡村丫头 他们最渴望的 都是找到一个好归宿 落叶归根 开枝散叶 是的 我本来是可以的 公主你很快就可以了呀 就如这条百鸟裙 缝制的时候 诸事不顺 一波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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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裂 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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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老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说凤凰可以浴火重生 可是我已死的心 却怎么也重燃不起来 公主 你别这样 我还能怎么样 自从定下来这门亲屎 我就没有哭过一声 流过一滴泪 因为我知道 无论我怎么哀求 都是逃不掉这个命运的 就算命运逃脱不了 但是未必改变不了 如果公主愿意敞开心扉 还是可以得到幸福的 别跟我开玩笑 别跟我开玩笑 无论母后是想利用我来拉努梁吗 还是真心 疼爱 而定下这门亲事 最终让我知道的是 想要随心所愿 倚仗的不是亲戚 而是大权 娘娘所做的 虽然并非公主所愿 但是皇后娘娘 还是很疼爱公主的呀 公主 你要做什么 他疼 疼得我好痛 他疼得我心都碎 就好像 就好像这样一样 把我的皮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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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一下 拖掉人 你 愤怒的人 魄 拖掉了 那 我的心也死了 从今了 我不再受你 我会狠狠地 把我自己的心埋葬掉 这样我也就不会再偷了 不会偷了 我会狠狠地 我会狠狠地